乃元股悠然木业 今日起至6月10日在港招股 截至今日中午12时 妈展约12.28亿元 相当于公开发售部分超购约0.98倍 此次悠然木业计划发售 约7.15亿股 招股价介乎6.98元至8.66港元 一手1000股 入场费约为8747元 集资最多约62亿港元 联系保健人为瑞信、华泰 说到悠然木业 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大股东伊利集团 悠然木业成立于1984年 它曾是伊利旗下全资附属公司 直至2015年将业务从伊利分拆出来运营 悠然木业主要收入来自原料奶和反厨 动物养殖系统化解决方案 目前伊利是悠然木业最大的客户 以及大股东 在内地市场上 伊利和猛牛的竞争可谓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而悠然木业即将上市 也意味着伊利和猛牛 这两大乳业巨头的竞争 延烧到了香港资本市场 其实 猛牛在香港资本市场也早有部署 在2017年初 猛牛乳业以每股1.94港元的价格 收购16.7%的现代木业股份 此交易完成后 猛牛持股将增加至39.9% 成为现代木业最大单一股东 在取得现代木业绝对的控股权后 猛牛在2019年一举帮助中国圣木 成功实现扭亏为盈 之后将国内又一大乃圆股 中国圣木彻底收入囊中 去年7月28日晚间 中国圣木公告称 猛牛乳业认购中国圣木12亿股 成为单一大股东 受猛牛入主消息刺激 当天中国圣木29日盘中一度大涨超140% 再看悠然木业 它过去几年中的财务表现很理想 公司2018年至2020年综合毛利率 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分别为24.4% 24.6%及30.6% 主要是原料奶业务 带动了综合毛利率的增长 面对有依利背后加持 且基本面持续向好的悠然木业 以及有猛牛作为大股东的 现代木业和中国圣木 你会做出怎样的投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